正在七长老要开口的时候,常媒长老却淡淡地说道, 年轻人可以有傲骨,但不能有傲气。 你从未回过宗门,现在还不是宗门的一份子。 我不会以宗门之规制裁你,但是你藐视本宗,宗门不会就此罢休。 唐虎何在? 二伯,一名身材彪悍,悍上去四十岁左右的壮悍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 在他走出人群时,三代弟子们自行让开一条道路,可见他在宗门中的地位。 常媒长老淡淡地道,你就和他切磋一下,浩天宗虽然归隐,却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挑衅的。 显然,他始终都没有承认唐三是浩天宗的一份子。 一丝细微的声音在唐三耳中响起。 这唐虎实力不逊于我,魂力已达六十四级,你小心了。 声音是属于唐龙的,这外表看去粗犷的三代首席,心思却很缜密。 但令唐三有些吃惊的是,那常媒长老竟然朝唐龙看了一眼,似乎他也听到了唐龙那逼音呈现的话语。 唐三看向常媒长老。 长老,如果我胜了,是否有挑战七长老的资格? 常媒长老看了他一眼,眼中平静得如同汪洋大海一般。 这位长老表面上没有半分气流流落,可唐三却隐约感觉到,他似乎比自己的大伯唐孝更加危险。 可疑,七长老不屑地哼了一声,唐虎,输了的话,我关你禁闭一年。 唐虎没有开口,和唐龙的狂放正好相反,这名浩天宗三代精英显得很阴沉,面沉如水,整个人却异常沉静,身材高大却并不粗壮, 并没有因为两位长老的话而出现任何情绪波动。 唐三知道,自己即将要面对的,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。 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三代最出色弟子,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 唐虎,六十四级,强攻系战魂帝,请。 向着唐三做出一个请的手势,在礼数上,唐虎,很有大家风范。 唐三,五十九级,控制战魂王,请。 唐三的动作优雅而自然,看上去和谐的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似的。 一旁的唐月华不禁点头微笑,这都是自己教导的结果。 当听到唐三说出自己的魂力等级时,全场浩天宗的弟子们不禁一片哗然。 看上去,唐三的年纪可要比唐虎小得多,哪怕是唐龙也是三十岁才突破的六十级。 等一下,小子,你今年几岁? 之前那叫嚣的七长老突然问道。 唐三扭头看下他,对于这位七长老,虽然他没什么好印象,但考虑到他当初的丧子之痛,多少也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。 刚满二十,周围静了下来,站在唐三对面的唐虎面部肌肉略微抽搐了一下。 在唐三来到宗门之前,唐月华虽然没少替他吹嘘,但也只是局限于唐孝以及唐孝手下最亲近的几名三代弟子而已。 至于长老们与其他三代弟子,自然是不知道他的情况。 唐孝要的,就是今天唐三一鸣惊人的效果。 刚满二十,简单的几个字却令五名长老同时动容。 无人对视一眼,心中都有了些判断。 当初的唐好已经被誉为浩天宗百年难遇的奇才,可眼前他这儿子似乎比当初的他还要出色。 二十岁,五十九级,再加上一个杀神领域,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本。 常委长老挥了挥手道,开始吧。 魂力等级固然重要,但却并不代表一切。 更何况,唐虎还比唐三高着一个大级,多一个魂环。 魂师的等级越高,相差一个魂环实力,相差的也就更多。 更何况,唐虎的武魂又是浩天宗,得天独厚的顶级器武魂,浩天锤。 他还是不相信,唐三仅凭一个杀神领域,就能弥补与唐虎之间的差距。 黑光闪耀,唐虎身上的气息骤然变得沉冥起来。 浓郁的黑色光芒中,锤柄长约三米,锤手大如水桶般的黑色浩天锤,带着浓重的黑光,出现在他右手之中。 两黄,两紫,两黑,六个魂环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浩天锤上。 浩天锤一出,唐虎的气质立刻发生了转变,与之前的阴沉相比,他现在就像是坚实的花岗岩,矗立在那里,毫无破绽。 这还是唐三第一次面对拥有浩天锤的对手,丝毫不敢大意,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黄。 一根晶莹的蓝银黄宛如长鞭般,凭空出现在唐三手中,在阳光强烈的照射下,蓝银黄内那条金色清晰可见。 等一下,他的五魂不是浩天锤,是谁将他放进宗门的? 昨天轮值弟子何在? 七长老大喝一声,再次中断了唐三与唐虎的鄙视。 没等轮值弟子出来,唐月华站在一旁,已经淡淡地说道, 七长老,难道您没听说过双生五魂,这个五魂界专有名词吗? 浩天宗的弟子们倒还好些,在他们的认识中,浩天锤就是天下最好的五魂,没有什么能与浩天锤相比的。 可一些年纪大些的三代弟子,以及几位长老的脸色,却都变了。 比之前轻到唐三二十岁,达到五十九级,还要惊讶。 如果说修为还可以通过努力和运气提升,那么双生五魂却是天赋,得天独厚的天赋。 长眉长老,丁是想唐月华,你是说,他和现今五魂殿教皇比比东一样,也是双生五魂。 唐月华点了点头,唐三继承了他爸爸的浩天锤和他母亲的蓝银黄。 小三,给长老们看看你的锤。 精盈的蓝银黄悄然回收,唐三之前甚至还没来得及将魂环释放出来。 左手摊开,齿鱼长的浩天锤平静地躺在他手中,手腕轻动,黑光在浩天锤周围奔涌。 在场的都是浩天宗植戏,自然认得出这是浩天锤没错。 比试继续吧,长眉长老挥挥手,但他眼中已经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。 浩天锤重新换成蓝银黄,黄,黄,紫,黑,黑,五个魂环盘旋而出,围绕着唐三的身体悄然律动。 小心了,唐三话音一落,他身上的第四魂环就已经亮了起来,没有任何欲照。 十六根闪烁着精英光泽的蓝银黄从唐虎身体周围冲天而起,瞬间凝结。 蓝银黄第四魂迹,蓝银囚龙。 和以前相比,唐三施展的蓝银囚龙不但没有任何准备时间,而且那每一根蓝银黄都要更加粗大。 当囚龙瞬间形成时,无数尖刺已经开始从蓝银黄上生长出来,直刺唐虎身体。 嘿!唐虎低吼一声,手中耗天锤一横,已经砸在了蓝银囚龙之上。 轰的一声,正面刺向他的尖刺破碎,但是令唐虎吃惊的是,那尖刺的蓝银囚龙却没有丝毫变化。 要知道,他的耗天锤重量已过千斤,再加上自身魂力这一击足有两千斤开外,而且他已经动用了自己的第一魂迹对耗天锤进行增幅。 可是,那蓝银囚龙却极为坚韧,而且弹性十足,尖刺虽然破碎,可他却无法突破面前牢笼。 蓝银草二次觉醒化为蓝银黄,进化的是整体,眼前的蓝银囚龙才是蓝银黄真正能够展现出的威力。 身为万年魂环之际,又是世间唯一的蓝银黄,又岂会那么容易突破? 一层蓝色光蕴从唐三脚下悄然蔓延,光芒很快就囊括了整个前院。 浩天宗的众人只是感觉到一丝生机勃勃的气息,但是唐虎的感觉却完全不同。 在他面前的蓝银囚龙突然金光大放,收敛在蓝银草内部的那条金线瞬间放大。 他刚刚提具的第三魂迹轰迹齐上,居然又被挡了回来。 唐三的双手此时已经同时抬起,都朝着唐虎的方向。 仅仅是陷着对手显然不足以制胜,唐虎实力强悍,也不是蓝银草上生长出的尖刺所能伤到的。 哪怕在蓝银领域的增幅下也不行。 右肩处,一根根蓝银草盘绕着唐三的手臂而出,那每一根蓝银黄都只有拇指粗细。 迅速盘绕之下,眨眼间已经将唐三的手臂完全包覆。 而唐三身上的第五个魂环得自蓝银王魂力凝聚的第五魂环黑光闪耀,从未使用过的第五魂迹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 伴随着那黑色魂环闪耀,唐三身上释放的蓝银领域骤然增强,全身上下,一圈圈蓝色光运,波荡上涌。 而他那条被蓝银黄包覆的手臂也在瞬间变成了残金色。 长眉二长脑认不住低贺一声,天赋领域,五魂变异。 直到此时,他的脸色才终于变得凝重起来,再看唐三时的目光,已经有些不同了。 真的是五魂变异吗? 不,那不过是蓝银黄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。 准确地说,这也是蓝银黄的真谛所在。 唐三的第五魂迹是完全由万千蓝银草的能量凝聚而成的,那时也是他激发蓝银黄真正潜力的时刻。 因此,这第五魂迹无疑与他的蓝银领域契合度最高。 二者融合在一起,威力极其恐怖,绝不是普通万年魂迹那么简单。 从唐三此时所做的魂迹预热就能看出来。 除了这第五魂迹之外,他其他的魂迹基本都可以做到顺发。 通体变为金色的手臂上,蓝银黄盘绕成螺旋状,金光在延伸,唐三的脸色也变得极为凝重。 外人感受不到这金色蓝银黄带来的感觉,可作为当事者的唐虎却清晰地感受到那恐怖的威胁。 被困在蓝银囚龙之内,唐虎发现,从对面不远处唐三身上传来的压力竟然令自己无法呼吸。 似乎连胸口都已经开始在压迫中凹陷,尤其是那金光前端的一点锋锐之气,更是像能穿透一切似的。 哪怕是好天锤,也无法完全封锁住那金光带给他的威胁。 他明白,一旦这个魂迹爆发,那么必然是石破天惊。 虽然他不知道唐三这个武魂是蓝银黄,但此时也能判断出,这是一个不次于好天锤的超级武魂。 唐虎毕竟是好天宗三代子弟中的翘楚,此时他知道,不出全力恐怕就危险了。 身上的第五个魂环终于亮了起来,手中好天锤瞬间黑光大放,一道道深紫色的纹路从锤上蔓延开来。 无比强横的气息渲染着他,双眼也变成了紫色。 哪怕同样是好天锤,猎杀不懂魂兽获得魂环,武魂所带来的魂迹也是不同的。 此时,唐虎的好天锤上暗紫色纹路中带着几分轻微的震颤。 只见他拧腰炸呗,手中好天锤仿佛活了一般,在小范围轻绕。 骤然间,一层浓郁的黑光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爆发了。 这一刻,唐虎与好天锤仿佛融为了一体,再无分彼此。 经过蓝银领域增幅的蓝银囚龙,不但每一根蓝银黄都变成了金色,而且更是盘根错节,极其粗壮。 作为蓝银草帝皇的天赋领域,蓝银领域作用在蓝银黄上相得一张。 这就是当世唯一武魂的最大优势。 单论蓝银黄或许自身品质与好天锤相比还有所不及,可附加上蓝银领域的蓝银黄在一些特定条件下,甚至有可能比好天锤更强。 轰,毫无保留的终极,骤然间在蓝银囚龙上轰鸣,巨大的爆炸力令金黑两色光芒冲天而起。 唐虎那边闷哼一声,而正在凝聚魂力的唐三则是上身略微晃动了一下,脸色有些苍白。 第一次品尝到好天锤的霸道,唐三也不禁暗自骇然。 如果不是他及时切断自己与蓝银囚龙之间的联系,但是双方武魂碰撞所引来的魂力爆发,就足以令他受伤了。 唐虎是因为受到碰撞反噬而闷哼出声的,但此时他整个人也已经腾起在空中,第五魂迹人锤合一,更是在蓝银囚龙爆裂的同时,提升到了极致。 半空中,就像一头紫色的猛虎般身体旋转,手中浩天锤闪电般的挥舞着,正是浩天绝学乱披风锤法。 阻挡乱披风锤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真正施展出来,唐三的双臂是同时举起的, 他那左臂当然对自己释放第五魂迹没有什么用处,但等的就是这一刻。 他原本也没寄希望于蓝银囚龙的第四魂迹能够彻底困住唐虎,尽管他的第四魂迹也是万年级别的, 可唐虎毕竟是拥有强大实力的浩天宗子弟,魂力、魂迹都在自己之上。 左手中蓝光喷涂,蓝光在离开掌心后迅速变成了晶莹的绿色, 在蓝绿两色之间交替闪耀,直奔空中施展乱披风锤法, 在狂躁魂力波动下甚至暂时漂浮在空中的唐虎飞去。 身在空中的唐虎不禁暗暗冷笑,心中暗响, 毕竟不是在宗门成长的,连乱披风锤法的效果都不知道, 这时候像我施展这种正面魂力, 难道能够突破我乱披风锤法释放的庞大魂力吗? 一旦我的锤法完成一半以上,就是你落败之时。 能够在长老们面前表现的机会可不多, 现在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时机。 可是,他又哪里知道, 唐三在乱披风锤法上可是下过苦功的。 唐浩身为宗门曾经最杰出的子弟, 又怎么不知道乱披风锤法对于浩天锤的重要性呢? 在唐浩的指点下, 唐三的乱披风锤法绝不在同辈弟子之下。 作为一名控制戏魂师, 最大的特点就是控制。 此时的唐三早已经不是控制自己魂技那么简单, 他甚至在控制对手施展的魂技, 包括唐虎使用第五魂技破开蓝银囚龙, 以及他现在所施展的乱披风锤法。 所有一切几乎都像是按照唐三制定的剧本来进行的。 蓝光一闪, 正在施展乱披风锤法的唐虎, 突然感觉到自己全身一紧, 紧接着剧痛传遍全身, 尤其是两条手臂更像是撕裂般的疼痛。 蓝银黄第二魂技技生发动。 伴随着蓝银囚龙的释法, 唐三的第二魂技技生就已经作用在了唐虎身上, 技生本身不过就是第一魂技缠绕的加强版, 缠绕能力并不比第一魂技强多少, 但它胜在突然性, 在唐三的控制下, 只要对手身上被蓝银草种下了草籽, 寄生随时都能够发动。 瞬间被蓝银草缠绕住的唐虎, 根本想不到唐三会使用出这样一个技能, 他的双臂依旧在抡着浩天锤, 施展乱披风锤法, 身体突然被缠绕, 可在惯性使然, 他却依旧在发力, 纤细却无比坚韧的蓝银草, 顿时勒入了他的肌肤, 这就是剧痛的来源。 唐虎反应得很快, 身体快速地在空中旋转, 将之前乱披风锤法的蓄力, 全部转换为自身的旋转力, 否则的话, 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黄或许会破碎, 但他的身体也要被自己释放的力量, 切割得支离破碎。 用错力的感觉, 令唐虎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, 好不容易才将自己先前积蓄的乱披风锤法之力化解掉。 但双臂上已是鲜血淋漓出现了数十道被蓝银黄勒出的伤口。 以他皮肤的坚韧程度, 蓝银黄上虽然露出尖刺, 可也没那么容易刺破, 但乱披风锤法的力量实在太大了, 剧烈的摩擦虽然令蓝银黄缠绕即将崩溃, 可也刺破了他的皮肤。 神经性毒素成功入侵, 剧烈的疼痛令唐虎忍不住全身痙攣。 寄生是一个不起眼的魂迹, 可这个魂迹却正好是浩天宗得意自创绝学乱披风锤法的克星。 轰,蓝银黄再次破碎。 唐虎身上的帝物魂迹人锤合一, 已经因为打断而消失了, 但此时的他也已经动了真怒。 原本他没想过要施展自己的第六魂迹, 毕竟唐三只有五个魂环, 如果自己用第六魂迹取胜, 又如何能给长老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呢? 可一再受挫, 始终被唐三压制, 唐虎终于忍耐不住了。 黑色的第六魂环光滑闪耀, 手中浩天锤上光纹再现, 只不过这一次的纹路已经变成了刺目的银色, 阴光缭绕。 可就在他手中的浩天锤的第六魂迹, 还没有展现出来的时候, 之前的不起眼飞来的蓝绿色光球, 却已经到了面前, 悄无声息, 可却如同闪电般扩散。 直径超过十米的庞大蓝绿色珠网, 带着粘液与晶莹的蓝色, 骤然收拢。 此时,正好是唐虎刚刚挣脱蓝阴黄寄生身体下落, 准备施展第六魂迹的空隙, 正像唐虎计划的那样。 如果他的乱披风锤法一直在持续, 凭借乱披风锤法轰出的强大魂力, 这珠网束缚根本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。 可是,唐三就在恰到好处的时候, 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, 硬是让他这第三魂迹准确地作用在那唐虎身上。